《教父三》英语 The Godfather Part III 是一部1990年的美国黑帮电影 是继1974年教父26年之后 才上映的教父三部曲的完结篇 剧情完整叙述第二代教父麦可 克里昂的后短人生 并且影射两项真实事件1978年 教宗若网 保禄仪式咒势1982年 意大利安保信银行案 安保信是建立在意大利的一家银行 被发现从事为政治家提供现金 为黑手党提供洗钱的 服务为范迪刚提供基隆管道 资助东欧天主教反对派 以及资助尼加拉瓜桑迪诺武装阵线等 该银行主席罗伯托 卡尔维在调查的高潮时 被发现被吊死在伦敦黑兄弟桥下 剧情介绍 年近花甲的麦可回首一生 开始想要欺恶从善 他不仅放弃了克里昂家族中大多的犯罪势力 甚至创立了以父亲为名的维托 克里昂基基会 影片首先开始于1979年的圣派翠克旧堂 麦可在此获得了罗马教廷颁发的圣赛巴斯汀勋章 在吉尔代总主教颁奖的仪式中 连麦可多年未见的妻子凯也和他改嫁的丈夫一同出席 在仪式过后的派对中 麦可与凯中拒 但凯主要是为儿子安东尼而来 他希望麦可同意安东尼放弃法律学位 成为他所希望的歌剧音乐家 其出卖可并不同意 但是最后终于接受了 另一方面 麦可掌兄桑尼与情妇露西 万希尼的私生子文森 万希尼也出现在派对上 文森是个野心勃勃 风流潇洒的年轻后辈 他与克里昂家族手下 纽约的一名头目乔一 扎萨有相当严重的冲突 两人甚至在麦可面前大打出手 文森一直希望与扎萨分道扬镳 到叔叔麦可底下做助手 但是麦可不同意 最后在文森的坚持之下 麦可同意了文森的请求 派对结束后 麦可也邀请文森一起拍摄家族大合照 有一晚 文森遭到两名杀手夜袭 他敏捷地制服了两名杀手 并问出他们是扎萨所派遣 而后杀人灭口 另一方面 麦可希望能透过梵蒂冈宗教界 让事业合法化 麦可投资了6亿美元 到梵蒂冈银行 民意上只有2亿 暗中又回入了4亿 希望取得教廷控制的房地产公司 屹立国际集团的主导权 但是在股东会议上 大多数的股东 都以为克里昂家族的犯罪历史 反对麦可加入 艾图贝诺格夏 是一名黑手党老领袖 是克里昂家族的好友 他告诉麦可 麦可的纽约合伙人 要求在大西洋城开会 在会议中 麦可想金盆洗手 退出赌业 并给了几乎所有的赌场合伙人 大笔的回馈 唯独杂萨没分到一文钱 这让杂萨相当不满 于是便与麦可为敌 他冲出会场 艾图贝诺也跟了出去 不久后 一架武装直升机便袭击了会场 几乎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杀害 只有文森麦可及麦可的随族性的 返家后的麦可思索着 突然糖尿病发作 中风被送医急救 另一方面 文森与糖妹玛丽却谈起了恋爱 文森得到了姑妈康姨的同意 策划了对于杂萨的报复行动 但是麦可不知情 在一场天主教的圣驾徐游上 杂萨的随身护卫都被杀害 而杂萨本人也被文森亲自射杀 麦可得之后 严厉谴责了文森的举动 并要求文森与玛丽分手 因为与文森交往 可能会让玛丽陷于危险之中 麦可返回了父亲的故乡西西里岛 希望文森假装 因玛丽而与麦可分裂 加入艾图贝洛麾下当卧底 随后艾图贝洛引荐文森 给整件事情的主谋 卢凯西阁下 而文森也获得了他们的信任 麦可为了让投资案顺利 特别与红衣主教兰贝托会面 这位虔诚而正直的主教 特别要求麦可告解 而麦可也将藏在心里 多年的秘密说了出来 包括他下令杀害包兄弗雷多的事实 麦可与凯这对当年的夫妻 在西西里旅游 他们最后敞开了彼此的心扉 互诉忠常 麦可希望得到凯的谅解 而凯也告诉麦可 他始终爱着麦可 然而 麦可却突然得知 他多年的好友汤马西诺阁下 遭到刺杀 这让麦可深深理解到 一场腥风血雨 无可避免 文森与麦可再度会面 并且将所得知的消息 告知麦可 卢凯西阁下是反对投资案 背后的藏镜人 并且将会有非常厉害的杀手 奉命刺杀麦可 文森坚持要采取报复行动 但是麦可警告他 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回头 文森坚持己见 而麦可最后也同意了 他将善让于文森 文森认祖归宗 改称文森 克里昂 成为克里昂家族第三代教父 但同时他也必须与麦可的女儿 玛丽断绝关系 另一方面 蓝贝托被选为新一代教皇 若望 保禄一事 虽然他让麦可的投资案过关 但相对的也会威胁到背后反对的操纵者 而后 吉尔代大主教不想让银行亏空的是东窗事发 下毒谋害教皇 复活节到了 克里昂家族一同到西西里岛巴勒默的知名歌剧院 准备欣赏安东尼歌剧处女秀 奉命刺杀麦可的杀手 杀了三个文森的手下 但是在整出歌剧期间 一直没有机会暗杀麦可 而一贯克里昂家族的报复行动 这次则由文森所策划 在歌剧演出之同时 克里昂家族的报复行动开始 如凯西之时的银行家凯辛格 遭到文森手下杀害 尸体被伪装成自杀案件 上吊 康米以下毒的意大利点新奶油甜饼 款待教父艾图贝洛 不久后 艾图贝洛长年 是杀教皇的吉尔代大主教 在楼梯井遭到艾尔 那里的枪杀 尸体从楼梯坠落 卢凯西被麦可金姓卡罗赦命 以眼镜踏入头一步 在麦可一行人离开剧院后 敌派的杀手找到机会接近 并且朝麦可开枪 随后杀手被文森直接射杀 但是射向麦可的子弹 却打中前来与麦可说话的马力 马力胸膛中枪再喊了一声 爸 即死去 麦可撕心裂肺 却张口无声 待最初的冲击过后 是放声哀嚎 最后 影片以数个镜头结束 包括麦可与女儿 两任妻子跳舞的片段 然后 镜头带到麦可的身边 看着麦可凋零的身躯 在《孤寂》中慢慢辞世 身旁的陪伴 只有一只小狗 影片着重表现麦可的心理变化 展示成功背后 同时存在悲剧的必然 在剧中 麦可不只是扎致风云的黑道大亨 而主要是个垂垂老矣 渴求亲情 渴求别人 谅解自己的孤独老人 可惜天不从人愿 最后只能在脑海中 追忆自己一生中 最幸福的岁月 最在乎的人 及自己最真挚的情感 惹人同情 同时 电影也揭示了黑道 与白道在政治 宗教 商业上 彼此结合的背后一面 最后一面